沿着关渡自行车道走 左侧的红树林蜘蛛 生长得很茂密 原本的泥潭几乎看不见 全被草折 灵折覆盖 可以看到在规定上面写着 其实自然保留区里面 是不能做任何的更动 导致了这个红树林 陆域的面积越来越大之外 水鸟的生态也受到了影响 原本的自然保留区 是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公告 属于法定区域 因此禁止改变或破坏原有状态 没有主管机关许可 不得随意进入 不过长期下来 已经让水鸟种类减少三成以上 只剩树期型鸟类 因此目前面积55公顷的 关渡自然保留区 确定退场为国家级失地 而在北一点的淡水自然保留区 则继续维持原定规划 它比较靠近淡水河口的地方 那它其实是一个 变动很大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如果要维护它 原本我们希望保护的 你摊地跟水鸟的话 那就必须要人为介入来的硬管理 那所以它并不是很适合 再用文字法来管 红树林虽然有护案功效 但同时红树林也是强势物种 扩张快 如今红树林压迫水鸟七地 也让官渡成为全台 第一个退场的自然保留区 八大新闻全新王明显 台北采访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